其实这个锡谷是有整体式或者一体式的和分离式的两种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使用的都是一体式的锡谷 一体式的锡谷在设计上主要是把碳粉的暗合 以感光谷等同时固定的一个装置上 当碳粉被用尽或感光谷被损坏的时候 整个锡谷就都报废了 这种独特的设计加大了用户的打印成本 同时也给一些不法的商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同时他们的不规范操作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们身体的健康有着很大的危害 某栏目曾经报道过一期民事诉讼 一名孕妇因长期接触有露粉现象的复印机 小孩出生 0 复印机内的碳粉和打印机的锡谷里的碳粉 尽管在成分上有所不同 但在化学性质上来说还是一样的 我爱人就考虑这事 也没有装修人 好像说这是不是跟你那个环境 工作环境的关系 当时我爱说 我说我工作环境也没啥玩 我说那就复印机和油烟 原来赵燕心是锦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员工 在厂内派出所工作 当年因为怀孕 厂里照顾她 她把她调到办公室 从事文印工作 主要就是打字和复印 一个属于三无产品 什么说明书什么都没有 漏粉的相当严重 当时我那个工作量还比较大 服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屋里边吧就有一股味 然后我那个鼻子嘴都觉得干糊糊的那种感觉 可除了觉得有些异味 嘴里干糊糊之外 赵燕心也没有觉得接触复印机有什么不妥 不过谢成江可不这么认为 他专门跑到妻子的单位 从库房里找到了妻子当年使用的那台复印机 这台复印机吧 是当年我妻子在复印期间和哺乳期间所重制的复印机 后来在我们厂的这个压制机的仓库之间发现的 是我找到的 除了复印机 谢成江还找到了这台复印机当年所使用的碳粉瓶 只是瓶子上的英文说明 他看不懂 找有关专业的翻译 说明书当中提示啥呢 有有害物质 本乙烯 还包括啥呢 小儿切一切种这个这样 本乙烯是本的延伸物 按照书中所说 它就是导致白血病的罪魁祸首 再加上碳粉瓶上表有本乙烯有害物质 小儿切记接触的字样 这就加重了谢成江夫妇的怀疑 对骨髓具有明显毒性作用 可导致照须干细胞和栓代谢异常 和衍射体的疾变 因为我们家小孩的衍射体的诊断结果 就是衍射体素末异常 我从事这些工作里还有本习物 在这两年之内吧 我正好这个回孕期和哺乳期都赶上来 通过大量的科学书籍 我就确定说 跟这个我孩子得的病有直接的关系 本和本的衍生物 会导致白血病的发病率升高 这个是有非常强烈的数据支持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这位专家同时也表示 目前在医学领域内 还不能对每个白血病病人的具体得病成因 做出科学而准确的判断 作为个体来帮他鉴定是哪个原因 什么时候引起的这个病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而事实上我相信白血病人发生 它是多因素 长期积累的形成的一个结果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不幸的 医院最终的诊断结果 虽然并没有断定 诱发白血病的原因 就是复印机里的漏粉现象而导致 但是 谁也不能排除漏粉现象 就是诱因之一 这个惨痛的教训 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吗